刚会来关心昨天投资人看多的个股 也就是来自于买进认购 跟卖出认售相关看多权证的成交值 加总起来的最大的前十档个股 整理在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第一名 FTPK 昨天相关看多权证成交了2534万 而联巴科2456万 加权指数则成交了2067万 股王大力光有2013万 至于刚刚追踪过的 低运双雄当中的华雅科 看多标的加总起来 也成交了1966万元 而6到10名则是分别有台湾50 景德 股后捍维科 保护生 以及台积电 在针对这十档看多个股所连结 发行天数超过了20天 并且在昨天成交值位居在前五大的热门权证当中 要观察出来买进价的隐含波动率 表现较为稳定的标的 因为这攸关于 未来要将手上的权证卖回 给原先发行券商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不是会合理了 现在看到3673的TPK 橙红 我们看到表现稳定的有NT凯基 隐波表现比较稳定的是以深蓝色线条 所代表的代号是032089 而2454的联巴科 相关热门权证当中 隐波表现稳定的有53统一 代号031742 是最上方这条深蓝色的线条 第三档我们看到在加权指数 相关连结的热门权证的影波表现稳定的有群翼4D 代号032330是橘色的线条所呈现 而3008古王大力光 影波表现稳定的热门权证 我们看到有J6原大代号031759 紫色的线条所代表 而再来看到3474的华雅科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影波表现稳定的有Z2原大 代号032146 是最上方的这条橘色的线条所代表 再来看到0050的台湾50呢 五大热门连结的权证当中 影波表现比较稳定的有原大KS 是最上方这条紫色的线条 代号030474 至于呢我们来看到3152景德 连结的五大热门权证 影波稳定的有凯基U7 代号719283 是第二条这条浅蓝色的线条 至于3658古后汉维科呢 我们观察出来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影波表现稳定的有原大R3 代号718104 是最上方这条紫色的线条 至于0061的保护声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表现比较稳定的 有永峰F8 代号030068 是浅蓝色的线条 而最后一档看到的是2330的台积电了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影波表现比较稳定的 有原大NF 代号030942 是紫色的线条所呈现 而在广告之前赶快追踪日韩股市的最新变化了 小心观察到日清